民眾在臉書PO文說自己愛車停在停車場被人砸破車窗 車內行車記錄器也被拔走 而且受害的還不止一台車 錢沒有拿 錢沒有拿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只有拿行車記錄器跟導航 受害車主現身修出照片 休旅車駕駛座車窗 整片碎裂散在座椅上 行車記錄器也不見了 統計受害車主一共有四個人 銅龍公園附近停車場半夜發生砸車案 地上還留有一道貪水玻璃 要是說要出門很討厭 下大雨要出門 變成沒有車用 等於是今天就浪費掉了 車子副駕駛座被砸 只能先包起來再開到車場修理 行車記錄器加車窗花一萬多 車主無奈附近沒有監視器 監視的在這裡 我的是在這裡 四車被砸就發生在台中北屯區 銅龍停車場 二十六號清晨車主出門 發現愛車被砸 報案後看到不只一個人受害 把照片PO上網 要附近居民小心 也破掉了 我就通知我們鄰居 來 又看到我朋友的 也破掉了 我就去檢查一個陌生人的 也破掉了 最了解事發地附近蓋公宅 沒有監視器 目前還沒抓到嫌犯 四台車行車記錄器被偷走 加上破碎車窗 損失好幾萬 犯案的除了竊盜 還再加一條回損罪 TVBS新聞黃國軍許右翔 SNG小組台中藏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